为期两个月的暑假到来 南投家福中心办理暑期客服活动 已经迈入第13年 今天在多处据点举办客服班开班仪式 客服班为期8周 感谢各界的资源与赞助 也期盼能有更多善心人士加入 共同陪伴弱势学童平安长大 现在漫长的暑假又开始了 南投家福中心一直在关心 我们县内的弱势家庭的孩童 所以我们在暑假一开始 就开始举办了 我们叫做暑期客服营队 那今天举办正式的营队 我们最主要的就是在南投县的六个祭典 那我们最主要就是希望 需要让当地的小朋友 可以就近来接受关心 那我们非常感谢南投县政府的支持 还有所有的热心单位的赞助 暑期客服班除了安排英文数学等课业上的辅导 还包括美术 串租 生命科学等 另外也设计许多户外活动 内容十分丰富多元 这是我们家福中心对小朋友的一个照顾 因为小朋友在这两个月期间内 除了在这里接受课业上的辅导以外 他们还安排了非常多的户外的活动 训练小朋友不管是在家里 不管是在户外 都能够知道怎么去处理自身的所有的事情 尤其在课业上的辅导 他们请了很多的大专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来辅导他们 有些这些青年朋友 有些以前还是家福中心出去的 所以特别回来照顾这些小学妹小学弟 医院优宏达表示 家福中心安排美班两位大专生从旁照顾 除了让受助的大专生有公读机会 回来照顾学弟妹 也是一项正面的传承 尤其这个科二辅导 是我们家福中心的每一年都会做的工作 所以说我们非常感谢他 这是经过真正的我们的好朋友 大家来共同努力 来科二辅导 特别还有邀请到我们的大专院校的我们的学生 特别来参与辅导南投县我们的新兴学职 来帮助他们课业上 或是说活动 或是说他们的户外教学 订阅我们的大专院校的学生回来南投县服务 当然以前也是在我们家福中心的受福学生 回馈我们乡里 真的感谢他们这一份心 家福中心暑期客服活动的开办 让受助家庭的家长能安心工作 维持稳定经济来源 受助儿童又能有充实且安全的暑假生活 并同时能提供受助大专生 共赌机会 创造多赢的局面 期盼能有更多三星人士及企业加入 让弱势学童平安健康的长大 民意新闻连加会南投采访报导